接下來請你希望幫忙的地方 就是我們把它帶手套 對不起 帶手套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先承認我這種東西我不帶手套 因為我知道這個沒有什麼毒性 但是因為你們未來 可能到生技公司上班 你們可能到市比廠研發上班 帶手套是基本的操作 所以我不能把阿源個人 爛習慣帶給各位 我跟各位講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們工程師也是一樣 我這麼散漫的人都害怕了 那沒關係 我們不曉得別人畫一畫 好 戴完手套之後呢 袋子打開 好 袋子打開 然後呢 先全部拿出來 再試著把它立起來 因為你一開始立起來 可能不會 可能不會 好 就直接放進去 你可以先放水瓶 等一下要熱的時候再立起來 可以先放水瓶 我們這邊拍攝 慢慢來 沒關係 等一下 先放進來 蓋子在另外一邊 其實應該算是 我之後會讓各位配培養機 然後配培養機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玩玩這個 好 放這 好 配培養機有兩個 第一個在我們實驗桌 等一下要用酒精噴一噴 對不起 或者 在這邊這樣就不會滴了 不好意思 我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看到 這些其實就是那個 之前送過菌素 它背面是紅紅的 這個是底蓋加底蓋 底蓋加上來 沒關係 就先擺進去 整個弄它出來擺進去 好 OK 這個放完 等一下這個一起滅去 跟你的手一起 好 那是把 現在是一疊對不對 把它立起來 立起來之後 等一下慢慢弄 沒關係 因為立起來之後 等一下加水它就會立起來 這個沒有關係 就立起來讓它立起來就好 好 現在呢 全部都立起來之後 塞進去 沒問題 好 來 開始加水 放進去 加水 加到大概那個蓋子 立起來大概七八成 這個沒有絕對的規則 OK 差不多就可以關掉 好 那為什麼要加水呢 因為它的那個洋菜膠的話 它的凝固點 它現在是1.5% 其實叫做1.5比100 好 整個拿起來 放到籃子裡面 放到籃子裡面 好 OK 把手套脫掉 手套記不記得 我教你怎麼脫的 從 等一下 第一個 從這邊 這邊 從這邊 這邊 對不起 這邊 這裡抓這裡 這裡抓它 因為我知道沒有毒性 所以抓起來 慢慢的 好 慢慢 就慢慢脫下來 這邊是不是假設你手有污染 沒有碰到裡面 慢慢抓 慢慢抓出來 然後這邊 這邊手開始收 右手開始收 把它捲成一團 捲在手心裡面 對 然後就捲一隻手 這邊捲 捲到手心裡面 握到手心裡面 因為它這樣展開 對 捲到手心裡面 好 從旁邊 盡量從中間 對不起 我碰到你了 從這邊不要摸外面 因為外面有可能會污染 所以我們長成西圍 對 從那邊穿過去 對 下次上次我示範的那個 好 OK 這樣子弄起來之後 然後就丟進來 一起滅菌 好 OK 來 我們整個籃子 拿到殺菌服去 好 OK 等我錄下一段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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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